刀嘴蜂鸟有着世界上比例最长的大肠嘴 它们是唯一嘴巴比身子还长的鸟类 蜂鸟的种类有很多 全球种类超过300多种 而单单是额瓜多尔的丛林 就有超过100多种 为了吸引受粉者 瓜面通常都是少量多次分泌 所以蜂鸟见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大肠嘴的好处在此刻就显而易见了 它能把舌头送得更深 偏到更里层的花蕊 为此甚至一些花朵专门进化出了 更甚的花筒来与之保持忠诚 这种深度是其他所有蜂鸟都望尘默契的 不过天下万事总是有利有弊 大肠嘴的坏处也十分明显 它并不能梳理自己的羽毛 其他蜂鸟都可以轻松地用嘴巴打理羽毛 而刀嘴鸟只能用树枝摸一摸它的长剑 如果实在太痒 它只能用小爪子给自己挠呢 左边挠完右边挠 有些种类的蜂鸟蛛巢悬置也非常的讲究 因为体型太小几乎所有动物都能欺负欺负它 尤其是这种有点可爱的墨西哥丛雅 虽然同为母亲 但无法理解的是 它总喜欢用别人家的孩子养自己的娃 所以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健康长大 小蜂鸟需要找一个强力的大佬当山靠 鸡鹰苍鹰或者啥鹰都行 大佬的潮穴一般都很高 能抚看整个丛林 它能帮助蜂鸟解决掉松鼠等许多潜在威胁 而作为回报 蜂鸟什么也不会给大佬 因为它们长得太小 肉又很少 所以大佬基本不会把它们当作捕猎目标 不过个头更大的松鸭就不一样了 它们体状比较肥味道鲜美 尽管有时它们也会抱团驱赶大佬 而更多的时候大佬都是蜂鸟坚实的保护长 大佬超学下的事业夹角 就是蜂鸟们的风水宝岛 聪明的松鸭基本都会避免踏入乙房暴露 所以这种情况下 大佬的潮下就会长满家巧 不过这并不是蜂鸟聪明到学会了求助 只是单纯的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助潮点非常忠诚 所以天长日久演化成的关系才如此微妙 蜂鸟宝宝非常的小而且非常能吃 喂食的鸟妈恨不得把长嘴都插进孩子的喉咙里 能吃的代价便是每次吃饭都要做一次核酸测试 鸟妈对于小凤鸟来说并非一事 它必须每天采集集白朵野花才能供养一家 但因为体型过小昆虫都不把它们放在眼里 甚至小蚂蚁也能趁着鸟妈不在家知冷知冷 蜂鸟宝宝对蚂蚁来说就是一块肥肉 如果一只蚂蚁搞不定它就会呼朋唤友 好在大多情况下鸟妈都能及时返回 就像踢牙一般 它会用牙签剃掉所有的小东西 有些进度缓慢的蜂鸟还在忙着寻找伴侣 它们必须保持妖艳才能散发出那该死的魅力 不仅如此熊鸟还要学会跳舞 如果此鸟觉得条件还行 它们就会一起走进万恶的小树林 等再出来时鸟妈就变成了独自一人 一个鸟养家便是它作为一条眼狗的代价 蜂鸟铸驻潮必备的材料是蜘蛛丝 不管小蜘蛛是否介意 它都会把蜘蛛耗得没什么脾气 一个蜂鸟家园的兴起 总会伴随着许多蜘蛛宝宝的颠沛流离 不过它们的育儿之路仍然十分艰难 一滴雨水对它们来说都是一个重型炮弹 单身的小鸟可以去其他地方避衣避雨 而鸟妈只能在风雨中孤独坚守 但是天空的雨水越来越大 鸟妈最后别无选择只能暂时后撤 待雨过天晴 它在返回自己的小窝时 自己的鸟蛋已经全被大雨冲走了 没有了宝宝的鸟窝便已不再是窝 而是那岁月的无情蹉跎 除了养娃 蜂鸟的日常生活也仍要面对许多坎坷 在残灭途中常会有同类过来强行拼刺刀 有些种类的蜂鸟嘴唇上布满刀刺 只能让它们西花蜜蜥变得更有效率 不过即便如此 仍然有歹徒会对它们进行背刺 在所有的生态系统中 最大的敌人往往都是同类 这种情况在所有物种 所有阶层都会上演 因为蜂鸟是世界上新陈那些最快的动物 超过两小时不下饭 它们就可能被饿死 所以即便大雨滂沱 它仍然要坚持干活 落到它眼里的并不是鱼 而是艰辛的眼泪在滑落 提醒更大的黄尾蜂鸟 还在此时来抢夺花朵 小白群并不是对手只能战术后撤 随着雨势变小 会有超过40多种蜂鸟出来争夺花朵 并开始互殴 不过它们的斗争过于忘我 这也给了小白群可乘之机 它会趁着大佬相互爱抚的空荡多多进士 然而小白群也会有它的青铜对手 另一只小白群在战力上和它旗鼓相当 一个青铜当然不会畏惧另一个青铜 菜鸡不但会护着 还会用小爪爪扒了对手的狗头 只有获胜的一方才能独自享受战功 而对于这些小鸟来说 就算经历了风雨见到了彩虹 生活仍然不会因此而变得轻松 感谢观看